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光臨康熙來這位是希客 而且這位希客 還帶了一個更稀奇的客人 陪他一起來 在他們還沒有進場之前呢 我想先問一下 你在模仿誰 其實你聽我講話就知道了 是呂洞賓嗎 不是啦 什麼意思 某個相撲選手嗎 不是 我打... 我打... 石燕文 不對 也不對 從麥克風看是陶晶瑩嗎 今天請到陶子寫嗎 是陶晶瑩嗎 No... 我只問你一件事 好的 你這樣模仿這個人 等一下門打開 他進來看到你 他會高興嗎 我覺得OK啦 我接受這個挑戰 可以 我等一下跟他面對面直接 他如果不高興 你要怎麼收場 我兩個字承擔 這個人在你心目中 你這樣地位是很高嗎 很高 很高 有超越陶子姐嗎 這問題好像不好講耶 講講看嘛 講講看啊 那你們... 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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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什麼想法 你們有什麼想法 你有什麼不要拿主持費啊 你甩個屁啊 觀眾朋友也好奇你們的想法 那你不要扮他啊你 而且你扮他 然後你扮成這樣子 等一下他跟我們生氣怎麼辦 跟他道歉嘛 好 那我們要歡迎你們家囉 好 去開門了 歡迎菁姐 歡迎菁姐 麥菁小姐帶她的婆婆來 妳好 妳好 帶給我們面子 謝謝 好 妳好 歡迎妳 好 婆婆好 來 這邊請... 歡迎菁姐 我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媽媽 來 是嗎 我媽不認識妳們耶 為什麼 媽媽 妳認識她嗎 好像...好像不太認識 妳現在在演戲對不對 沒有... 我媽 她是劉真啦 妳知道嗎 國標舞那個啦 劉真啊 國標舞 天后 她老公光...妳是誰啊 我是徐華益 我來教... 整個世界那天天要問她 妳要不要想她眼耳光 她在模... 她扮成這樣 所以在模仿妳 我從來沒有看過 那麼像的模仿 完全就精準 百分開 劉真 妳幹嘛遷入婆婆的事情 在她身上 劉真 好好學妳的舞 劉真 所以婆婆是不看節目 還是光是不看康熙 沒有啦 因為工作也把它比較少看 還是說是... 是不是其父就是慫恿她 不要看我們節目 不會 我的節目妳有看嗎 有啊 妳真的... 這種事妳也做得出來 所以媳婦在家裡 會常常跟你抱怨明星的壞話 不會啊 她又不認識妳 婆婆是有... 還依然在工作的是不是 對... 是哪一方面的 她跟公公有開店 所以要顧到很晚 對... 婆婆年輕的程度 是很讓人驚喜耶 真的嗎 不會...我跟妳講 做主持人 我們是主持人 我很怕收視率不好 我跟婆婆先說好 不是...是假髮 是假髮 假髮 假髮 媽啊 收視率 妳是不是很糟糕耶 妳幹嘛要上廢嗎 妳拿去叫收視率嗎 還是不用 我們為了收視率 從來沒有拖人家假髮 那媽妳卸妝就好了 媽 卸害婆婆卸妝 要不就自己去卸妝 卸害婆婆幹嘛 不過等一下 她今天是要告訴我們說 她真的跟婆婆感情好到 可以連看四小時的日劇跟韓劇 都是由歷經 就親口翻譯一句一句的 對白的內容給婆婆聽 這個是真的 這個內容不是為了上我們節目 編出來的嗎 沒有...真的 媽妳講...盡量講嘛 妳怎麼會有空做這件事 因為出國去啊 對啦 不是...在台灣都沒辦法 她住在這裡 我住在桃園 所以她耐心的講解 四小時的劇情給妳聽 妳是真的想聽 還是說妳希望她趕快去睡 因為...看連續劇啊 我就...我也想看啊 喜歡知道裡面的內容 聽不懂啊 我覺得這一位應該是妳... 妳怎麼這麼沒有禮貌 妳是誰 我媽媽要看得懂字 我還要翻譯啊 等一下... 現在是假裝勾她手 其實是在捏她的腰側嗎 沒有 還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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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妳輸掉耶 因為... 我輸掉嗎 是頭髮的高度嗎 來 我的劍 妳在眼角有沒有繃得很累 我今天還好 我今天沒有綁那麼緊 妳覺得她呢 我覺得她頭髮感覺是勒滿勁的 妳頭髮有在趁機繃眼角嗎 沒有... 想要繃就繃掉皺紋 好吧 沒有了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因為她真的是對康熙很好 就帶婆婆來 好像她們的工作人員都抱怨說 歷經明明在我們這邊有新節目 可是卻沒有讓婆婆 先上她那個美食節目 卻先跑來這邊了 所以妳怎麼說服婆婆的 我跟媽媽講 其實說實話 今天媽媽不能來 因為我媽媽的媽媽今天要開刀 要開關節 然後跟她講 她會講說 我以後會不會太猛 太猛 那萬一她今天來 然後以後我們只請她呢 因為她就紅了啊 然後就... 就單請她來 不會 我也問我老公說 媽如果紅了怎麼辦 我老公說 因為我跟你講 她們家是很開放的人 我先講一下 她們就是什麼玩笑都可以開 我才會可以 什麼話都可以說 我老公講說 媽 媽會紅 媽打赤膊坐在那邊都不會紅 什麼孩子耶 我怎麼辦 老公有浮現畫面的人 真是的 還是要試試看 阿姨可以麻煩打赤膊 我們節目收集會不會上... 我跟麗菁講這件事 可能有點誤 因為好像她們夫婦當初遇到 第一次見到婆婆 就跟這個畫面有一點關係 好 我們歡迎麗菁跟婆婆 來參加 麗菁說她每一次都幫婆婆 買了很多好看的衣服 所以她不擔心婆婆 沒有漂亮衣服可以上節目 那請問以妳的眼光 她今天有把光彩 讓給自己的婆婆嗎 我覺得如果以色系來講的話 婆婆今天確實是比她強眼 我就覺得妳是時尚界的女王 我看得出來對不對 妳有眼光 妳是誰 妳到底要考考幾遍啊 可不可以把她送到妳 那個美食節目去 妳要不要... 妳那邊反正人蠻多的啊 再加一個 走進來的時候我就問她說 妳今天扮誰啊 她說不好意思 妳看不出來嗎 我說... 桃子姐 不對 她還收我還說不像 真的不像耶 不像 媽 因為婆婆很少看節目啊 真的不太清楚 那沒啦 媽媽好幽默啊 要先介紹一下我婆婆 請 不然妳沒有辦法去了解到 我婆婆得過模範母親 我公公得過模範父親 所以是哪裡有在舉辦這種活動 可能是桃園的郵局吧 所以這是一個市政府推出的比賽嗎 應該是 有辦法 或許有在選模範母親 跟我老公結婚超11年了吧 然後她沒有罵過我兒... 不是 她兒子過耶 可是事都沒有耶 可是她們兩個吵架的時候 是誰比較大聲的 妳為什麼一直拉回去那裡 因為妳想要拉去別的地方 我知道 沒有...沒有看她們吵架 沒有嗎 沒有喔 講得很好 可是妳媳婦有說... 沒有...就是她很開明 開明到就是... 婆婆沒看過妳們吵架 對啊 小冷戰會有啦 可是婆婆會感覺出來 那是冷戰嗎 對啦 不會說... 但她不會講話 我覺得她最棒的一點就是 她從來不會說 妳對我兒子怎麼樣 或者妳講妳不要對她怎麼樣 她通通不講話 妳知道 她就會... 就甚至... 我覺得比較好玩就是 她可以在家裡面喔 就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 我第一次看到她 妳就知道她為什麼 才會得獎 你知道嗎 就是我第一...到她家的時候 然後她們在上班嘛 因為她有開店嘛 然後她另外一個家 是應該沒人的 我跟我老公就... 就剛認識 就到她們家去... 榮情蜜意 去玩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是她... 我老公的房間很小 就到和氏房去了 在榻榻米上 她們就回來 我第一次看到妳 妳會記得嗎 我沒穿衣服耶 我沒看到 我沒有看到 不是 就是剛好就是... 妳們兩個在和氏裡面就是... 對 妳說是正在途中嗎 還是說是已經... RNG 就是在農情蜜意當中 然後婆婆就... 沒有什麼穿衣服 婆婆就打開門 還是婆婆就用... 她說妳好像回來燒香 不會 自己開房間啦 有啦 妳有開房間啦 有嗎 妳們小朋友不會先對一下 沒有... 沒有 她可能忘掉... 婆婆是用手指舔口水 然後弄破那個... 沒有 她沒有想到說家裡有人 所以她有講說 家裡有人嗎 然後後來就門稍微打開一下 我們就把她... 沒有看到人啊 有啦 我棉被是這樣子的 第一次看到 許媽媽好 我覺得婆婆可能是驚嚇過度 她沒有辦法記得這個畫面 沒有 她很大方耶 我第一次覺得說 我就是要嫁人 還是要嫁這種家人這樣子 她就很大方這樣 你們玩... 你們玩 真的嗎 兒子帶朋友回來 我們怎麼好意思說 她有帶過別人喔 沒有啊 我想說 她帶朋友回來 我不會 妳看過別人嗎 沒有啦 她怎麼... 來的時候才幾歲而已 怎麼會呢 我沒有 沒有啦 看過一穿 我第一耶 對啊 妳不要再嚇妳婆婆了 北京心懷不軌 小S火力全開 妳上完我們節目之後 妳就自己開節目 然後適合要把我們節目打掛 就不能來 同時段不能來 我們啦 是同時段嗎 同時段啊 真的啊 之前你在化妝間 你講話犯話 妳換話 不是同時段 妳有沒有暗中不討厭我們 想說 沒有... 沒有... 但是又希望妳們趕快弄... 弄死妳 對 然後妳先死了 耶 我還活了 對 她已經很瘋了耶 怎麼會這樣弄我 快點 需要是被媳婦強迫 看她主持的節目嗎 沒有耶 對啊 她沒有強迫 我們要看來台啊 他們多喜歡看我的節目 對啊 多喜歡啊 我幾年沒來了 好像... 我大概是來賓裡面最久的吧 9年 8年 是不是 隔8年 8年 因為妳上完我們節目之後 妳就自己開節目 然後試圖要把我們節目打掛 對...好像是這樣 所以我們後來就有心結 就不想要再邀請她了 就不能來 同時段不能來了啦 是同時段嗎 同時段啊 天后宮是同時段啊 那... 所以那個時候同時段 妳有沒有暗中去討厭我們 想說要希望把我們節目打掉 沒有... 很喜歡你們 但是希望你們趕快 用...用死你們 還好堅持 我們還活了 這是妳沒有瘋路耶 怎麼講這種話 沒有... 我是生病的 我是自己吃的 是嗎 不過她很厲害喔 她上次來上過康熙以後 她回去好像主持超過 十個以上的節目 真的 我要謝謝 其實人生裡面我認識很多人 然後給我很多的機會 很多人講過每一句話 我都會記得 我記得康永哥跟我講 那時候上過妳的真情指數 康熙之後 康永哥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妳很適合主持 她說妳可以在快跟慢的節奏當中 抓出她的邏輯 我應該介紹給妳... 介紹一些可能長官 給妳認識 讓妳主持 雖然沒有介紹 但是我真的也很感動 妳怎麼真的是主持了 但是我真的就把他寄到心裡面 然後知道我生病的時候 大S傳簡訊給我 OK 一直要送花 就是...就是希望就是我趕快講 我也有一直慰問妳 沒有 有... 真的沒有 但大S我就是覺得很感動 因為其實我覺得... 妳剛剛這個對話合理 就是病人一直說沒有 然後我一直說有 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服裝師 我明明就是常常透過服裝師 跟她講說 妳一定要跟菁姐說 所以服裝師把水果都吞掉了嗎 有水果嗎 我就請服裝師轉達妳說 有水果嗎 沒有水果 可是有香 喂... 沒有啦 沒有關係啦 她上香保...保佑我們嘛 媽媽多開 媽媽真的很會當我們世老耶 很厲害啦 母親怎麼來的了吧 可是那時候我們真的 一直就是很關心妳 希望妳早日康復 我問妳... 麗菁 好啦 妳今天整個很高啦 可是就變成我們兩個成狼會 不會就是用到一樣的衣服嗎 不會 絕對不會... 不會 因為每次她那個服裝師衣服拿 所以說... 妳看 妳看我的腿 對啊 沒有衣服拿 她說妳的裙子都要一直修 好累 我問 妳自己要戴這個皮膚的 妳幹嘛 很多洋裝 我說這件荔巾有沒有穿過 她說拜託啊 穿了就爆炸 對喔 所以請問妳當時是不是... 妳是不是因為 接太多節目 然後累到生病 那個時候 的確啦 就是自己也不小心 有時候可能也愛玩一下 又跌倒又摔跤 然後搞到自己身體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非常清楚 自己已經好像負荷不了了 但沒有辦法 就停不了 真的停不了 一停就開天窗 所以我自己那時候 有一點自覺喔 而且妳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她的節目 她常常是站著的 全部 妳為什麼不坐著 我想坐 但是之前的老闆說 我的腿長 要站著 給人家看 那妳可以倒立 對 所以妳那一路站兩小時 我覺得真的是受不了耶 但是一天妳也知道 不會是兩小時 通常是十小時 那如果一個禮拜 錄五天到六天 而且她最近的新節目 她說錄了二十個小時 那個... 因為規模真的大了一點 真的 人很多是不是 在現在的美食節目裡面 就是經常會講說 台灣的節目好像 比較缺乏誠意 然後經費 但是我覺得這個節目 真的非常有誠意 大概人大概有二十幾個吧 都是廚師 有十二位廚師 就有六位是西方的 六位是中式的 其他十二位是食客團 然後還有PK的這個大魔王這樣子 所以妳錄影時間長 是因為煮菜也要花一些時間吧 對...而且好熱... 好熱... 妳現在身體已經是復原到 可以這樣錄影了嗎 對... 但是還是覺得 打電動玩具的日子還滿好過的 因為妳生病這段時間 都是在打電動的人 聽說他打那個遊戲 打到好像可以入世界排行榜耶 是哪個遊戲 暗黑 暗黑破壞心 暗黑... 妳真的分數高到可以進來 我的火力 對啊 怎麼樣暗黑 妳也很熟悉嗎 我沒有玩 可是... 那是年輕人玩的 就是... 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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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黑是你對在蔡康勇嗎 暗黑被康勢就... 我們一直輸就... 可是那個遊戲是打發時間 還是妳真的有野心 要打到很前面 也沒有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因為可能已經 生活習慣步調就是 完全就錄影為主了 那突然我覺得很想要休息 休息要幹什麼呢 旅遊...已經旅遊到 就一年有四個月都在國外了 他就覺得家裡還是舒服對不對 然後回來之後也不知道幹嘛 我老公就說我們來玩電動玩具 因為發覺老公在玩 你不跟他一起玩 兩個沒有共同語言 我就會陪他一起玩這樣子 然後越玩越玩 玩到就是朋友變很多 回來後又後悔了嗎 不會...前還是很好的 可是萬一妳又開始 接一大堆節目又會累死 因為換了新的東家嘛 對啊 新的東家都有先說 就是還是以健康為主 然後不要超過 不要過量 可是妳有覺得大家很容易會 誤會妳是什麼樣的人嗎 對 但是因為我是不解釋的人 因為我覺得 因為不管以前妳玩得多瘋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就是 已經結婚了嘛 對不對 結了婚是不是 應該回到家裡 我是貼錢寶寶 不知道 你一毛可不可以遮一下 不好意思 對 她要炫耀她老公給他 不是炫耀... 不是炫耀 他是買了還是... 買還是做 是炫耀了 OK 做的 我老公是一個很浪漫... 很天真的人 他做了一個東西給妳 對... 但這個東西很久了... 很久了 我也忘掉了 跟這個盒子無關 無關... 就有一年 他突然就送我這個東西 OK 怎麼樣 裡面是元寶嗎 沒有 要小心喔 OK 小心喔 所以意義在於是他DIY 對 你老公有嗎 我老公我們結婚的DVD 全部都是他親手做的 真的嗎 他自己剪接配樂 That's all 所以我們現在... 剪接有多容易啊 因為我們大家看到 是一個小冊子嘛 感覺這只是相片啊 因為我老公的是DVD光碟 真的會動的 對啊 Oh my God 他幫我從生產畫面 都剪進去 而且我們從交往 到後來談戀愛 每一個照片 他這樣Key進去這樣 你知道這樣出來嗎 Long 5 Long 5 Long 9 你這個如果只是照片 要輕輕翻喔 結婚到現在 他只DIY過這個東西給你嗎 沒有 他從一認識的時候 連什麼照片啊 第一次開房間的鑰匙啊 他都留下來 對... 我老公連薄信湯都流了 我跟你講 等一下 你有一個沒看到 OK 這裡有講說 輕輕的翻開我 這是八年的時候 2002年結婚的 麻煩你輕輕翻開一下 怎麼了 你這麼會做 不會吧 這不可能是他自己DIY的 他做的 我看看是他做的嗎 他做的 Sweetheart 真的啊 這是我之前的女朋友 幫我做的 換講 我還說你們是輕流 怎麼回事啊 你每一在主持的時候 你看著電視上面 其他的節目 跟主持的時候 你有在心裡面想說 他們沒有你好嗎 那時候一次看電視看看 就是覺得說 唉 你一圈真的沒有我 其實可以 對啊 因為我在幻想 就是以前常常 上演節目的藝人 會聚在一起討論說 真希望菁姐趕快回來 一熙好像有點聽到 那就很好 一熙 那可能是換聽 真的嗎 真的嗎 這是我之前的女朋友 幫我做的 我還說你們是輕流 怎麼回事啊 真的 他自己做 他怎麼可能會這個 他...不知道 他就會上網去學這樣子 婆婆你兒子有會做這些東西嗎 對吧 他做給你嗎 講好感人的話喔 如果有機會讓我再選一次 你還是我唯一的選擇 好選喔 你唱啊 唱... 由選則留你 你選則留我 你不是徐懷鈺嗎 沒有... 怪獸 對... 很感人 如果是要論精緻度 這個飛出來的蛋糕 是滿驚人的 C 不知道 還有做很可愛的 你看 舊耳朵 然後你看這邊 出示本券 可獲得舊的香吻一個 隨時有效 舊的 所以... 舊是我老公 OK 所以有拿這個券去兌換過嗎 不需要 OK 他自己會提供就對了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 對 請問有DVD或光... 就是有沒有光碟啊 你會... 那是問真的了 不是 因為平面照片 你看久就是... 就滿平面的啊 但是我老公喜歡拍照 然後其實我有帶一些 就生活上婆婆的照片 有跟你一起的合照嗎 有... OK 那是你嗎 對 後面是你老公嗎 屁啦 你這張看起來... 所以是你婆婆跟你跟路人嗎 我老公拍照 我跟你講 今天講這個 這個是我剛剛生病的時候 就是到日本一個月 在東京一個月的時候 就是我迷迷糊糊 我真的迷糊 是我不太認路的 所以我就是逛街 逛到我要去牽那個人 好 你糊塗了 糊塗了 然後我老公跟我媽媽在很後面 我就過去... 我過去牽後面那個人 這是你素顏嗎 對 你這張很像壽女耶 妳完全可以去卸妝啊 要不要 I am 拜拜去卸妝 好 妳素顏很漂亮啊 妳最好再撐八年 再八年我就來 所以當時... 像背後靈一樣這樣好嗎 她看起來很累耶 她很可愛啊 我就很喜歡這樣抱著她啊 所以請問妳旅行的時候 都一直有帶婆婆去喔 對啊 我最近甚至到就是說 跟我老公說媽媽不去我就不去 OK 為什麼不只跟先生去呢 太長兩個人了 兩個人就... 沒話聊了嗎 對啊 就該聊都聊完了嘛 對不對 但是有的時候媽媽在中間 然後媽媽會照顧我們 所以這件事情... 最主要是媽媽會不好提東西 買東西她會幫妳拿對不對 妳跟妳先生如果覺得說 該聊的都聊過了 那有沒有想出什麼辦法來 是可以增加一點話題的 就是我覺得家人啊 加點親情進來啊 然後去愛她的家人 像這個啦 這個 這個是我老公拍的 然後我老公覺得他非常非常的感動 這是林妍在記腳本嗎 沒有... 這話重別 就是我們住在那裡 然後... 教寫字 真的 對啊 教媽媽寫字喔 但是我剛開始會很怕媽媽 會不會生氣 因為這樣很不禮貌 結果咧 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 因為每個人環境不一樣 其實媽媽她已經 閱讀過人生這麼多閱歷 當然 妳認識而已 她已經不做這件事了 但是就是可能自己的名字上面 可能不是那麼的熟 因為我從她過海關 看到她簽名有一點點不安 那我就覺得說 我就問我老公說 妳怎麼家裡小孩這麼多 都沒讓媽媽就放心的簽過門 這麼簡單的事情 至少可以教媽媽 他們都沒做過 那我們比較有時間 我就說媽 那我教妳好不好 還好她不會生氣 她就說好 我們來學這樣子 是媳婦在責怪小姑嗎 是啊 沒有 你在講說大小姑都不教媽媽 還給她這個外人來講 沒有啦 我... 這張的最主要的意義是說 我媽沒戴假髮是這樣子 當然 你... 王生啊 媽媽有很感...很感動 媳婦這樣慢慢教妳寫嗎 有啊 媽媽其實有稱讚她說 其實自己的小孩都沒有 陪伴她到這個時候 因為在家裡 我們時間比較少 在家裡的時間比較少 那些小孩... 都在工作 大家都忙自己的 對啊 前後的小孩幼兒要叫我 我也是在家裡很無聊 休息的那一陣子 有旅行到一個程度是想說 也許可以考慮做別的事業 而不一定要回到演藝圈嗎 我曾經跟我老公講過 我說人生裡面不用界定說 我一定要做什麼 什麼會成功 我說其實我有能力 我跟我老公去賣牛肉麵 都會很好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兩個 倒沒有什麼太大的擔心 但是因為之前... 也許是之前我們兩個 就是很認真在存錢 做了一些投資還OK這樣 所以就算不回來主持 你的經濟也都OK嗎 所以妳沒在主持的時候 妳看著電視上面其他的節目 跟主持人的時候 妳有在心裡面想說 他們沒有妳好 還是說妳很想要回去 重新把舞台拿回來 那時候我只看電視看一看 就覺得說 自己覺得... 其實可以 對啊 我們都看得很好 不覺得大家當然很想念妳 可是妳哪能想說 演員就不能沒有我 就是豐富度 對不對 因為豐富很重要 對啊... 豐富度啊 有各種風格的主持 你有沒有在幻想 就是以前常常上妳節目的藝人 會聚在一起討論說 真希望菁姐趕快回來主持 依稀好像有點聽到 那就很好啊 依稀 可是當時離開節目的時候 有沒有很期望說 會有巨大的挽留的聲音 就說麗菁妳不主持 我就再也不看電視什麼這些的 網路上有 網路上說妳不主持這個節目 我從來再沒有去看過這個節目 一定都有啊 那妳怎麼知道 可是後來妳... 講這場片話 聽一下也高興啊 可是妳後來 遲掉妳的節目 然後換成別的主持的時候 妳有覺得不夠嗎 但是我那時候我覺得 妳生病了 有別人代替 我那個時候覺得要謝謝人家 妳不能害到人家的那個節目 就是沒有主持人嘛 那有人願意去接 妳就謝謝人家 那時候是真的沒有辦法 妳一定要推動 我那時候 我曾經在我的節目給大家看過 我是變形到65公斤耶 可是妳再回來 妳有沒有很擔心 大家看妳的外型是怎麼樣 就更健康 對啊 因為妳是那麼愛漂亮的人 對啊 So 沒有 我就想要問一些妳知道的啊 妳說她還要去整理是不是 對啊 一定要 妳從現在回到螢光幕前 一定會趕快去... 好好整修一下喔 但是我比較花... 我跟你講 我就花比較多的時間 我比較想做貴婦般的生活 所以我比較多時間都在按摩 一個禮拜就按摩兩次 三次啦 然後多按摩臉啊 就這樣子 Less 妳說妳的臉是靠按摩出來的 有 Yeah... 我比妳講 拜訓上就算了吧 好啦... 好啦... 所以這次選擇美食節目有原因嗎 是妳想要... 我想要做我想做的 或我沒做過的 或者有挑戰的節目 OK 就這個本質上 4Mail已經很清楚了 然後很有發明 所以妳是一個那種電視台主管 或者是製作人跟你說 我們在這時段 可能會有強力的競爭對手 可是妳就是願意打這個仗 這種人嗎 妳很不怕挑戰的 妳有在在乎打贏或打輸這件事嗎 會啊 怎麼不會 當然我從小念書 大家都前三名耶 所以妳在當主持人的時候 收視率拿到 妳是立刻要追究說原因是什麼的那種 不會 但是我也不會讓自己難過啊 對啊 因為他們一直跟我講 這個跟那個購物台不一樣 這一檔不好 明天又好 補回來 他看了一個平均值 妳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妳有沒有覺得製作人 或是工作人員是怕妳的 沒有啊 真的嗎 製作人怕妳 阿姨 服裝師很怕嗎 就是總是會聽到覺得是 菁姐是你知道一出來女 對 但是服裝師跟我說 就是跟我做是最輕鬆的 我什麼衣服都可以穿得很好看 所以她根本沒有花腦筋 妳怎麼那麼耳熟啊 對 我也常聽到 真的嗎 連我都聽過這句話 小位誰槓上力經 當場輸人不輸人 比較不舒服的時候 她會幫我全身按摩 太尷尬了吧 我生完產的時候 整個下半身麻醉還沒退 是麻到不行 沒知覺 我過過每天來 那個月子中心幫我按摩腳掌 都一直就媽 真的不要 沒關係 對啊 我都是用蠻書 因為我也是一直跟我說 媽媽不要再按了 真的 很舒服嗎 然後她就說還麻 我麻 我說很麻 然後她就說還麻 再趕快再幫妳按 真的嗎 會介意報紙上娛樂版的... 會...你想說 我們這麼努力的做功課 這麼努力的要求自己 每一個小細節 細節 你用邏輯學來看就知道 你一定是很在乎的 不然我幹嘛 我就隨便就好了 那你為什麼不要學著 避免看那些報導 我前面是完全沒有看過 就是剛開始 我就輸過我老公 就是學心理學的 哲學的 他會講說 如果說有些報導 明明知道就是你上廁所 廁所那邊已經貼了說 這一間內有大便 未清理 你指的方向很正確 你指的方向很正確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對不起... 因為我不能指我婆婆 對 然後你會去打開來看嗎 他曾經跟我說過 我就想 也對 但是後來久了 你就覺得 很多事情會積非成事 對不對 所以請問內有大便 到底要不要打開來看 因為要是我會滿想要看一下 我家的形狀 那種可能被他吃掉嘛 對 對 就是我們以前 我老公就會把所有報紙啊 什麼全部封鎖 那我就活得很快樂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就越活越快樂 越做越...越開心這樣子 但當然有一天不小心 你打開來看的時候 你可能開始就會沮喪 一小折這樣指責你的 你可能都會沮喪半天 所以你是曾經有看著報紙 然後就崩潰大哭嘛 然後你老公就要跳出來講很多... 對 我有一陣子就是看到那個 人家那個亂說話 我那時候就很想就說 我就隱退好了 我直接就說我隱退 那後來怎麼辦 然後我到了... 我老公還帶我去日本玩 就是去散心 那現在是可以看報紙嗎 可以... 你已經覺得 就算看到什麼新聞 你已經無所謂是不是 對 現在我會直接看報紙 真的假的嗎 可以嗎 沒有 就會跟他講 以前我就會忍下來 但是以前就是 可能比較舊的做法 那以前的可能製作人啊 或者經紀人都會講說 One day news 就過去就算了 就讓他去 以前都講算了 讓他過去 但我發覺現在不是 現在是電子報耶 他一輩子在那個地方耶 那年代是不一樣的 所以是叫得回來啊 是叫得回來的 然後就雞飛城市 100條裡面99條都錯的時候 你要correct 這不可能了 所以後來現在寧願 大概這一年比較沉澱 在打電動的時候 其實殺怪物這樣子 然後就會慢慢的想 以後事情這個應該怎麼解決 所以後來再回來工作 第一次要面對記者的時候 有沒有緊張到發抖 會怕 其實還是會怕 今天如果你哪個小細節沒有做好 然後他怎麼picking你 挑剔你這個你的腿 你的臉 你的手 你的腳 對不對 甚至讓我好笑就是 你發現有我嗓子比較好 有 有對不對 有嗓子比較好對不對 嘻嘻嘻嘻嘻嘻 我的嗓子 然後一開場就要想一下我 靠什麼恢復的 休息 OK 休息 我本來也想說 如果剛好可以的話 讓嗓子再好一點 結實一點 不然 嗓子這樣 不然我... 所以請問這個 新的節目的內容是 20多個人聚在那邊 然後是現場煮出來 就吃 然後比賽嗎 這太...比較好玩了 就是廚師之間沒有什麼競賽 因為我覺得廚師都很棒 對 那這個就是東西 你們覺得就是很奇怪 我們吃東西 不如就指東跟西 難解釋 OK 就是這兩個方向會組成 變成形容一個食物 中式的食物跟西式的食物 對... 然後其實就是一樣的... 可能食材 你是西方怎麼做 東方會怎麼做 然後大家來寫下來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 非常好玩 所以什麼時候會看到這個節目 29號 7月29號 妳自己對做菜這件事情 熟悉到什麼程度 我很喜歡做菜 我先講這個是 是週一到週四晚上7點鐘 7點鐘 戰場 戰場很激烈耶 又是戰場嗎 是 7點鐘就很多做菜厲害的節目啊 我就是很努力的做任何事情 要不要回10點鐘來跟我們打 不要啦 我們最近很累耶 一直以為要來防你們 但妳不會怕我啦 妳不會在乎 妳現在要擔心的是阿祭師 7點喔 7點 所以... 對 但是風格不同 妳說妳會做菜是說 妳在家裡會做給家人吃嗎 媽 我做菜好不好吃 好啊 她真的會 她拿手的是什麼 拿手煎牛排 牛排不煮牛排 煎牛排很困難耶 你要從挑肉... 挑肉還不容易耶 幾分熟 結果什麼菜都做還不錯啦 其實我不太會說做什麼大菜 但是我很會調味 我所有的坊間的那個調味料 我都買回家了 妳說牛排的醬料妳會自己調 什麼黑胡椒醬 那個更高級 更好吃 妳說鹽鹽 玫瑰鹽這些嗎 再調更好的 蘑菇醬 所有的醬或者不只牛排 所有的我都很會去調味 包括麻婆豆腐 妳說妳不煮食物 妳就一直調味嗎 沒有...麻婆豆腐 雖然是調理包做出來的 但是好好吃喔 妳剛才是說 這有什麼好炫耀的 妳這樣可以主持美食節目嗎 沒有... 因為我自己都可以 憑我自己的能力 做出真實的麻婆豆腐耶 沒有...妳不需要 我覺得比較厲害的 妳說妳把調理包的調味 改造一下 變成更好吃 更豐富 更好吃 妳這樣甚至不武啊 妳沒有從零做起 因為妳的基礎就是醬料包啊 我會不會跟人家比賽 我只要做得很好吃 那妳主持那個節目 妳總不好意思 跟專業人士說 從調理包做起 所以我可以跟他們學啊 看他們做啊 監督他們 因為我有很... 這也不用害羞吧 有就有啊 現在走... 所以婆婆的支持 現在走 含蓄路線 對 婆婆只吃過她煮的牛排是不是 有啊 什麼菜都有 對啊 還有什麼菜是妳喜歡的嗎 沒有 剛開始我公公會覺得說 因為習慣他們來 我都不動手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婆媳之間 像妳婆婆煮菜 妳敢動手嗎 就是會假裝要幫忙 可是就是卡在一半 那她會怎麼說 我就說媽媽需不需要幫忙 她就會說沒關係 妳出去 我說真的 我來 我來 她就說妳出去好 我就說好 然後就放手 可是妳嘴巴上還是要講說 我有... 有啦 她會在那邊炒菜啊 調味料 對啊 因為我看我婆婆炒菜 然後那個油就這樣噴來噴去 然後就很多那個大的油 就是噴在她手臂上耶 然後在旁邊妳說 我說媽媽噴到我了 我說妳應該也被噴到吧 她說有啊 我是不痛嗎 她說還好啊 然後我想說是 對 因為太老沒吃絕 沒有 她就是說 妳要做菜妳就是不要盪錢 昱昱 妳結婚前 一定有聽說過別的婆媳 處不好的事 對妳來講結婚的時候 沒有擔心過這件事嗎 了不起就少看到面就好了 OK 反正不住一起就對了 對 可是跟妳自己的好朋友聊天的時候 會稍微抱怨一下婆婆吧 但是她真的沒有什麼好抱怨 這倒實話 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所以今天把她請來節目 不是 尤其就是我們在 就回到家裡 因為我們家就很奇怪 就不太喜歡請用人 所以我老公啊什麼 我們就變成自己打掃 真的很累耶 好熱 好累耶 所以妳有抹地板嗎 沒有 妳看好看 媽媽就說我來... 妳去 妳去休息 妳不做家事的 沒有 她都會搶著做 然後就是... 就是外面的院子 我說媽 院子也好髒 她就想說 我來...我來洗... 妳去休息... 所以妳在指使妳婆婆 沒有 清潔房子 我沒有 真的沒有 好像妳家婆婆垂掛到窗外去 家大樓的窗戶 沒有...洗外牆 妳說婆婆會油漆耶 我老公啦 我老公很奇怪 我每次罵他 為什麼不可好好請個人 回來做做就好了 為什麼什麼都要自己做 那欄杆...欄杆那個油漆掉了 那妳就請人家就好了 她就說 媽來 媽就來了 媽 妳把油漆全部把它推掉 然後我再重新油漆 我就看到母子兩個喔 36度喔 戴著斗粒喔 就身邊磨油漆這樣子 然後拿著砂輪筋 然後從中午12點做到黃昏這樣子 那妳幹嘛不幫忙 我就說媽 我需要做什麼 她就說不用 不用休息 不用妳做不來 很熱 妳身體真的要好好養 所以婆婆是認真的嗎 就是妳真的願意讓媳婦去休息 都不用幫忙喔 對啊 妳沒有感嘆說 這媳婦怎麼都不幫忙 不會啦 對啊 所以我都會... 不會去說那個... 她不做 滿願 所以媳婦一直在問說 需不需要幫忙的時候 妳有沒有想說 我婆婆就是真的希望 她可以過來幫忙 我們有一點通力心可以嗎 她真的要幫忙 我也說不用啦 因為那個工作不是她做的嗎 她不會做的 對啊...對啊 所以婆婆不會 不會還會抓肉吧 這有一點不好意思 就是我在身... 比較不舒服的時候 她會幫我全身按摩 太尷尬了吧 我生完產的時候 整個下半身麻醉還沒退 是麻到不行 沒知覺 我婆婆每天來那個月子中心 幫我按摩腳掌 按摩都超過一小時 這是Round 10嗎 是啊 她是從頭這樣... 頭皮這樣開始按... 按到腳趾頭 怎麼會這麼好 真的...真的啦 然後她就會... 沒有...她就會... 她就會就拿點青草膏 然後就說這樣 因為她怕我累 不舒服 就是臥病的時候 然後在床上 就我說好痠 腰好痠 她就一直按摩 我其實我很不好意思 我比較有羞恥心 我都一直說媽 真的不用 沒關係 但是又滿舒服的 對啊 因為我也是一直跟我說 媽媽 不要再按了 真的 很舒服嗎 然後她就說還麻 我媽 我說很麻 然後她就說還很麻 那趕快再幫妳按 妳真的很強耶 李茂還在講嗎 要... 然後再聊一聊 我就覺得說 所以婆婆真的是好婆婆耶 真的 非常好啊 妳就知道 妳跟她聊過天就知道 她真的會得獎 所以下一次 如果妳被報紙拍到婆婆 會是同一個人吧 當然是她 當然是她 她等一下不會換頂甲吧 又送妳的姐妹 等一下 我要先講一下 妳這樣講一下 我會害怕 因為曾經的確是有人拍錯人 有拍到另外一個廠商的媽咪這樣子 她以為她是我媽媽 就報導出來 所以變成會... 的確是有兩個 所以她認清楚是這個 是她 是這個 對啊 不然上微博可以看著大餐 我簽了十年那個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剛才等一下 歷經錄完這一集回去 會跟她算帳說 妳為什麼剛才講做菜的時候 講牛排 剛才講什麼獅子頭 對 但我真的... 我們有什麼大菜啊 是真的啦 學習 就大家一起來學習 對 很好啊 所以在新的節目裡面 就會學到很多 沒有學習 沒有學習 媽媽現在很怕被扣錢 趕快講什麼東西 不要定啦 牛排就牛排嘛 當然不可以欺負我 對 我哥哥在的 不過看到妳回來 感覺是健康的 很替妳開心 謝謝... 對啊 而且像妳講的就是 真的多一點風格的主持人 特別有趣 也有趣啊 當然啦 是還滿懷念妳拍這邊的啦 演藝圈的確是要豐富一點點啦 就是誰都好 但是良性競爭 沒有良性競爭 你也會懶懶的 而且我們就要等著看七點鐘 然後打仗打的結果怎麼樣 加油 大家加油 一定會成功的 謝謝妳今天帶婆婆來喔 謝謝... 謝謝... 如果可以多兩秒 跟妳說 看七點鐘 謝謝... 謝謝...